所以它的街道很多很多地方不仅是单行道还是单车道 好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咱们坐稳扶好 现在呢我们跨越长江进入我们的渝中半岛了 还可以来两位 67楼 对 67楼 最高的了 好 需要多久 2小时 挺快的 2小时 有谁要是爬楼梯的吗 应该不到两分钟 他刚才吃很饱的 你放下哪 踩上去可能就没有力气下来了 你也超标烈的他在 富富富富 会肥呢 哈哈哈哈 如果没有人家就不想着火了 没有人家有什么 我们就前天这个房子有点白 对吧 便宁港旭 便宁港旭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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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时县经常用四个电池 便宁港旭楼这里 便宁港旭楼 我们7-37楼 会不会也是一楼 是的 也是一楼 我的前面是30楼 这台也有半列 六十八 你第一季的日子 那是六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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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分鐘半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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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分鐘多一天 兩分鐘 沒有啦,一分鐘十多秒 你那個秒看得很奇怪 我們現在來到重慶的雲端之眼 海拔520米高的夜景 哇 我們在等八點 所有的燈光 將會亮起來了 對嗎 對不對 別在等我 但要問光 看來看 我真正準 100都沒有看 我沒有看 走走走 阿蜥的名字 那來 我 Ze Hab 這群油焦的有客 游到這邊 现在我们来到重庆的童牙共 好漂亮的夜景哦 楼下也是第一楼 18楼也是第一楼 上下楼都是第一楼 让我搞砸了 现在是午夜 可以讲凌晨12点半 我们出来吃宵夜 你看这个来自重庆的光头哥 干杯 这个来自古罗的迈古 这个来自古林的阿红 这个来自古林的树林呗 哇就大家认识了 不用介绍了 我们两个是 现在的时间是睡了 为什么会无端端的跑出来吃宵夜 这个炒炒大 贴汤 那个拿 closet 这个厨 这个馅 这个玩家 这有什么variable 我可惜,你不要往口里面,你不要 拍一下啊 你拍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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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一下 哦,来了,来了 今天就来看这个特别的东西 这叫什么 离子坝 离子坝轻轨楼 那好 大家如果都觉得想去体验一下 我们就改做轻轨 到下一个站 我们好站 我们尽量都站在一起 下一个儿子教组 那好 我们去感受一下 重庆的公共交通 好 Let's go 走喽 听鬼了 离子坝 站 清鬼欢楼 现在我们是在楼上 清鬼欢楼了 清鬼欢楼 现在我们来到楼上 我们要体验 我们要体验清鬼翻楼 来 要坐车车了 来 不要 我要从这边 住气了 现在我们是在六楼 这叫帅哥是我们的实机 你上了吗 不用 诶 凭我 对哦 OK 我也上车了 来来来来 这个傻瓜就不在这边开玩笑 上车乘客 往前期定义 前方道站 右脚驼站 绿车将打开 长江峡 我们是在家庭一张边 我们是在家庭一张边 小墩龙门号月指的就是这个地方 看这里在我们龙门号月这个古街的正前方 这里有一条长长的石带 水位再低的话 你们会看到这个岩石是连通的 一直到水东门大桥那个位置 那水东门大桥旁边还有一个岩石一直往前延伸 这两个就像两只龙一样 以前水东门大桥那个桥墩那个位置 刚好就是一个水潭不动的水 这个不动的水潭子在我们重庆化里面就耗 两个石头连起来就像两条龙一样 中间又有一个缺口就像龙门一样 那龙门中间又有一个水潭子 所以这个地方自主就被称为龙门号 就是这样子来的 就是这样子来的 刚好就在那个水潭子那个地方 把两边的石头还稍微切了一点 所以现在那个地方的水要流动的 主要就是因为修了这个水东门大桥 桥墩 修了这个桥墩 以前我们旁边的这个地方的水是不动的 所以它就叫号 这就是我们以前所谓的八居 就是八国 就尾巴的八 八市吊脚楼就是这一种 以前的技术都没有切得这么好 有这样的星星而已 它是一个地方切一个平整的一个平台 修了 又隔一个地方又修一个平台 就切把岩石挖成一个小平台 就可以修这个房子了 然后退后又把岩石弄成一个小平台 又可以修房子的 这个是不穿的 这个是大部分的建筑都是民国时期 大家可能知道 就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有一段很让人心痛的历史 就是日本侵占中国的时候 1936年 我们当时日本人就打到了南京 把当时的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给占领了 占领以后当时蒋介石呢 有国民政府的老大蒋介石呢 就撤退往西南方向撤退 最后就选定重庆作为陪都 所谓的陪都就是第二个首都的意思 因为南京已经被占领了嘛 当时整个我们中华民国的军事财政文化 所有的东西都搬到四川这个地方来了 是搬到这个地方来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我给大家讲的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洗脸盆 四面环山 日本兵不管从哪个方向要想打进来都要跨大山 大山就是一个天然的屏障 唯一的一条好走的路就是长江 顺着水路可以上来 但是呢在长江的在重庆的下游 也就是今天修三峡的地方 奎门这几个大坝这几个大峡谷就是他们的死穴 只要他敢来 国民党只要稍稍不防就能够把日本兵全部打溃 也正是因为这个第四的原因 日本兵确实一直没有打进来 他们从三六年一直打到四四年 都是用飞机轰炸 但是重庆这个地方呢 刚好又是我给大家讲的 我们四川盆地东部最低的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一个别称就叫雾都 所以它常年都有雾 那个时候的飞机不像现在又有准确的定位 都是那个飞机员眼睛去看 所以往往都炸不准 所以重庆在无数次的轰炸中都躲过了劫难 而且再加上我们重庆十三层 到处都是山 很好挖防空洞 所以整个三层 我们重庆里面无数条遗留下来的防空洞 都是那个时候的 只要拉防空警报了 我们老百姓都躲到防空洞去 而这些山体又是非常坚硬的 挖干炎炎死了 一般那个时候的炸弹根本不怕 随便炸 所以呢 重庆一共从三六年做到了四四年年底 四五年年初的时候都还是陪都 在四六年的时候呢 蒋介石回到了 因为日本投降了 回到了南京 但是南京已经满目苍蝇 其实当时民国政府的主席 还是很坚硬的 一直到解放战争 共产党把国民党打跑了 以后 重庆才从首都的位置上推下来 做成了一个四川省匣的一个事 所以他在这 本地人就直接来重庆 做成了一个四川省区 哦 啊 还有 2 1 哎呦,坐辣车咯 来 这边 拍50位 可以坐50位 这边是长江山脚 我们是来自马来西亚 来 对面的缆车来了 对面的缆车 哦 你拍我 我拍你 哦 到罗 到罗 重庆行天里是广大 到罗 我们的缆车到对面岸了 我们开始准备下车了 开始准备下车了 我现在下了以后就走去 等待了 等待了 这里是重庆的八一街 全部都是填满肚子 填满肚子的 美食街 五一路和八一路都是美食街 大家看我们横着的这条街上 全是吃东西的 包括我们现在走的这条周融路 都是吃东西的 那在前方平行到一条街和五一街平行的 就是八一路 八一路也是全部是吃东西的 那我们八一路路可走过呢 我们再往前面走 待会就让大家自由活动早吃的了 不行 还小不了 还有三十秒 这就是我们重庆解放的纪念碑 重庆当年国民政府撤走以后 共产党进来以后建立的解放纪念碑 所以叫解放碑 那这里是我们整个步行街的中心点 我们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可以延伸 所有好吃的 最集中的就是大家现在左侧的这条路 叫做八一路 刚才我们路过的那条小街五一路 也全部都是吃东西的 那我们沿着解放碑这条街 往中间两条路走了 就是各种商场 卖衣服的卖鞋子的卖装饰品的 卖包包的卖裤子的卖鞋子的 所以大家就可以自由活动的卖 现在时间8点12分 我们8点12分 6点12分 那我们就两个小时 8点半怎么样 8点半 8点半钟大家回到这个地方来 纪念碑这个地方来解放碑 它叫解放碑 找不到了随便哪一个店 你问老板 你说我要去解放碑 他都知道在哪里 这是最有标志性的建筑 解放碑 你为什么要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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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碑 八一路 水一八道 八一好吃街 小海烤楼份 一会儿 小海烤楼库 天窣 廚楼库 水一双 烤榴莲又香又甜 香香甜甜的烤榴莲过来品通一下 欢迎光临捷一口现炸酥肉 我们的酥肉食用以及现吃现炸 牛炸肉后香味鹤鸡肉 芝麻麻 牛炸鸡肉 然后响炸鸡肉 还有利用麦泰鸡肉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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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